如果抠门有段位 那这个男人一定是王者级 每天早上洗脸时 老贾会提前一天 把水龙头拧到0.5毫米处 用水盆接水滴 接够8个小时 便能凑够500毫升的洗脸水 也就是一瓶矿泉水的量 而水表呢 竟然一个字都没走 不仅如此 每次牙膏涌到最后的时候 老贾会把它折叠折叠再折叠 挤到不能再挤 但这个时候老贾也不会争掉 只见他用擀面杖 狠狠一擀 一根牙膏条 顿时喷发10厘米 还能再刷10次 他的牙刷已经用了5年 只要还有毛 便还能再占5年 而老贾如此节俭的优良品德 全都继承于他的母亲 小时候上厕所 老贾的屁股比脸盆还大 母亲却只让他 只用5厘米的纸擦菊花 一不小心就抠到手上 洗下来的香道水不能倒掉 还可以洗四五遍手 好家伙 伯乐觉得 他家也太扣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手没洗干净 父母年纪轻轻变走了 但父母的节俭 却搁在老贾的基因里 每次给父母上香 一根掰成三根用 老贾骑着 二八大杠 竖着大背头 把单车挤出开奔驰的感觉 那叫一个逍遥自在 每天去早餐店吃早餐时 只花5毛钱吃个鸡蛋 常常咽的他 看见排物厂在对他招手 于是他自带一瓶牛奶 老板骂他是个吝啬鬼 你点个豆浆能咋的 结果 老板拿来牛奶一看 过期了 原来 老贾每次去超市 只买零际产品 单价呢 最多不超过5块 一共买了62块7 老贾大手一挥 掏出一打字优惠券 帮手指吐了口吐沫 点出6张优惠券 收银员顿时无语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刀的是百元大钞 结果优惠下来 老贾只花了8毛5 然而 接下来 老贾还有更扣门的事 想不让脖子讲讲 他拎起东西兴奋地坐进电梯 又是美好的一天 回去之后 他把牛奶标上日期 提醒自己在有限日期内喝完 然而他这么抠嗖的最主要目的是完成100万躺平计划 从此跟打工说白白 如今他已经攒了80万03380.87块 还差不到20万就能提前养老退休 但社会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有得必有失 这天老贾准备去上班 刚走进电梯 一个小孩拿玩具枪射他完 老贾也很配合 身子一倒两眼一对 瞬间晕过去 小孩被震惊了 这个叔叔也太配合他了吧 结果一分钟过去了 老贾还没醒过来 小孩妈妈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他赶紧拨通120 120吗 好像有人中枪了 老贾被送进医院一检查 脑癌晚期无药可救 一套大理直接把老贾砸猛了 想想不放心 又拿着片子到别的医院看 结果依然是这个诊断 女医生看他不放心表示 可以再拍一次 但这家医院要1500块 上家医院只要1350块 150的差价能买下 整个超市的过期牛奶 老贾觉得不妥 又回到原来的医院做检查 没想到一天时间 肿瘤直接涨了0.1 医生很抱歉地表示 按这个速度老贾最多还有10天 这下老贾彻底绝望了 他跑到父母的坟前无脸痛苦 提前预个告 他们一家人马上就能团聚了 人活10天还能做什么 工作肯定是不做了 看着百万躺平计划 本不知道这笔钱该怎么办 他郁郁寡欢地去吃早餐 问老板如果生命只剩10天 他会做什么 老板很潇洒地表示 把房子卖了换成现金 然后带上好兄弟全都花掉 老贾瞬间来了灵感 高中时曾任了三个结拜兄弟 他哼哧哼哧骑着自行车 来到一处高山 挖出埋在石头底下的饭盒 里面有三个兄弟的愿望 作为大哥 当初他发誓等到有钱了 要带兄弟吃香喝辣 人生到头 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于是他把父母留下来的老房子低价 建卖了20万 正好凑好100万 提前完成百万躺平计划 然后去找兄弟们 老二很有志气 当年说要当老大 如今奋斗多年 虽没成为老大 但也成了老大背后的男人 俗称贤内主 为老婆拎包 为老婆当保镖 把软饭吃得明明白白 老三的愿望是做武学大师 却成了商场保安 巡逻时看见全机馆比赛 郑看得兴起 却被经理给发现了 他心里一慌 准备认个错就回去站岗 经理却拦住他阴阳怪气地说 你可千万别回去了 再看10分钟凑满一个小时 我就可以扣你钱了 老三气不过当场辞职 而老四的梦想更牛掰 想当F1赛车手 心情奋斗了十几年 终于迈进了梦想的大门 现在不仅能开赛车 甚至还能一边开赛车一边唱歌 儿子也嫌他丢人 一把年纪了居然还跟年轻人抢饭了 几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发现过的都不如意 得知了老贾的病情后 大家心里都陷入了沉默 既然同病相连不如作伴同乐 人生不过三万天 但意外总是会阻挡人生前进的脚步 于是老贾拿出一百万 直接蹲在酒店的桌子上 要求开一碗十万的总统套房 七百万的劳斯莱斯 租一天四千四租了整整十天 让老四过了把赛车饮 游戏厅里模拟枪战不过饮 直接真枪实弹 二十亿发的子弹 一口气花了十万 买了五千发打到昏迷 就这么挥霍下来 本金居然还有八十七万九千三百四十四块 于是他们去五星级酒店买海鲜 北美大爆六百六十六搞一箱 红毛蟹一千八百八十八搞一箱 澳洲龙虾八千八百八十八搞一箱 服务员有些不可思议能吃得了吗 只见老贾大手一挥比试道 吃什么吃 庸俗 北美的坐船回北美 澳洲的直接坐飞机 反正都必须统统都放声 还有你服务员 没点监食就别出来混了 这么一通操作下来 居然还剩八十万零七千四百六十三块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直接到酒吧包场 请一百个服务员喝酒 狂炫一千瓶提酒 瞬间收服了一百个小弟 殊不知他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天医生给病人做完检查 盯着核磁共振机器 突然发现一个赚钱商机 老贾他们爽害了五天五夜 三兄弟决定用剩下的时间 帮老贾了却一个心愿 于是第二天一早 三兄弟说要他去快乐一下 老贾顿时心领神会 在车上提前解腰带 结果到了地方 差点高兴地让他上天堂 只见上面写着 美丽天堂殡葬服务中心 老贾恍然大悟 这是想让他移步到位吗 进去了才发现 钱台是自己的初恋 原来这才是惊喜 老贾小心翼打听初恋的感情状况 谁知名花有主 老贾有些伤心 结果下一秒 他就见到了真人 老贾倒是想趁虚而入 但他也没几天了 于是直接二十万一 仍买下最贵的独栋连树 白金大理石墓碑 花园般的优美环境 享受高品质的泥土 为了下去不愁钱花 二十块钱买了一万亿名币 但地府通货膨胀挺严重 老贾直接包了全店名币 人抠搜了一辈子 活的时候没能实现财富自由 不能变成鬼也是穷鬼 就算烧光整个店也只需要十四万 这还说什么直接全包 领了老贾还让初恋为他服务 体验了一回入恋仪式 先是撮泥再是去死皮 然后敷黄瓜接着去黑头 最后画上腮红高光 一套结束收尾 老贾满面红光非常有气色 但他的心情却无比的颓丧 还有四天他就到期了 初恋也看出来老贾不是帮别人看目的 问他究竟得了什么病 老贾颓丧的说 脑瘤 病仪馆见过面后 老贾成功约上初恋 先是购物买个十几条裙子 还给自己准备了条仙鹤西去的兽衣 不巧却在半路上遇上了讨债团伙 原来是初恋丈夫生前欠下一大笔高利贷 对方直接算到初恋头上 老贾十分硬气 直接呛声混混让他们放马过来 然后扭头就跑 俗话说光脚不怕穿鞋 老贾现在时日无多一肚子歇活 之前跑也是平时谨慎习惯了 毕竟打输住院打赢赔钱 现在初恋让人碾上树了 神科忍输忍不了了 老贾一个百米冲刺 在街90度超级飞梯摔了个大马趴 虽然一对一步行 但还有兄弟 原来是几人放心不下老贾 一直偷偷跟在后面尾随 老贾使出万斤头锤锤飞混混 老四狠掐混混脖子拿下一杀 老三不愧是练过的 一打二直接先飞一个 老二一手情意绵绵拳和对方打得有来有回 一场痛快混战后 几人鼻青脸肿东倒西歪 初恋趁机打110摇人 终于赶跑了讨债的混混 傍晚进完橘子的老贾他们坐在台阶上 喝起庆功酒 在被起年轻时的誓言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 老贾一声大喝打断 大家眼眶都红了 刚找回年轻时的伙伴 怎么唯独老贾这么不走运 为什么厄运总找苦命人 送出恋回玩家 两人拥抱告别 至少不能在最后留下遗憾 老贾和兄弟再度登山 说起遗产老贾让他们平分 反正自己快走了 但现在还有点时间 四人干脆重新结拜 并让他们说说自己未来的愿望 老四想多和儿子交流 老三还是想比武 老二心里很无奈不想说自己家那些事 大家问起老贾想做什么 老贾表示一直想开个饭店 百万躺平计划就是为了开店存的 谁知事事难料 然后老贾在众人陪同下静静等待生命的终止 结果从天亮等到天黑人也没走 老贾顿时松了口气 看来他还能再活一晚 谁知他刚回到家 眼睛一闭直接倒了 三兄弟一脸懵圈 没想到这么突然 老三伸手摸了摸鼻子 一脸悲痛的摇摇头 然而再睁开眼 老贾居然又进了医院 医生面色凝重 小心上前通知老贾 他其实没事 但机器有事 原来是核磁机出了故障 测谁谁的脑流 才导致老贾被误诊了 老贾一开始没听明白 老三又给他解释了一遍 是他们那个核磁那个机器坏了 但老贾还是不相信 那我吐咋回事 老四表示是吃过了过期食品 那我晕倒咋回事 医生向他解释 因为饿过劲导致低血糖了 老贾瞪着两只大眼左右回过未来 这才终于确定他不用入土了 老贾直接眼面痛哭 像个不用挨罚的孩子 接着又给医生下跪磕头 感恩医生的误诊救他小命 只见下一秒 猛踹医生两只好腿 人活着钱却花没了 这不逗我玩吗 冷静下来 老贾拎着一袋子剩下的钱 和兄弟几个来到天桥 放松之下 小弟们开始拿着老贾的钱带打闹 却失手不小心扔下了盒 那可是他攒了一辈子的钱 老贾毫不犹豫直接跳水 双手沦圆了不停探水 脑子里全是完了完了 岸上的三兄弟担心老贾的安全 一个进喊他上岸 但人一旦没了生命危险 钱就显得格外重要 钱带最后还是没找到 那可是他一分一分攒下来的钱啊 老贾气疯了对兄弟破口大骂 大家不欢而散 这下钱没了兄弟也没了 老贾重回疯狂消费的地方 厚着脸皮讨要之前花的钱 结果当然是覆水难收 无奈之下他只能在大街摆摊 转卖剩下的子弹 还被警察认为在倒卖军火 差点出不来 钱自然一分没卖回来 老贾回了家被中介踢出门外 他在早餐店老板那喝了个烂醉如泥 却因为发酒疯挨了老板的骂 流落街头的他干脆躺进了毒洞坟地里 这时他打开兄弟给自己写了信 上面都是泪痕 他们告诉他 你要能转世投胎可别变了 大家伙还要找你呢 抠这个事你可得变变 不要惹怒鬼差大哥 等你走后我会给你打一张横斧 给你挂得高高的帮你走得风风光光 如果缺东西了就托梦 保证让你在下面当富豪 你这辈子都是我大哥 下辈子 下下辈子依旧是老贾看得泪流满面 决定挽回他们珍贵的情谊 清早外面传来说话声 听到动静的老贾掀开棺材板 没想到正好遇到急用的客户 把坟地折价卖了十几万 终于回收了点损失 为了挽回兄弟们 老贾去跟老二媳妇单聊 发现老二两人彼此很相爱 只是缺了表达方式 于是希望对方能坦诚不公一次 于是在一场颁奖典礼上 老二媳妇站在上面 感慨自己多年来的辉煌成就 离不开丈夫默默的付出 这么多年一直忙于事业 却忽略了我最亲近最爱的一个人 掌声雷动 老二含泪登台与爱人相拥 老三想打拳的是有些难办 他只能曲线救国 老贾来到商场经理办公室 凭借多年抠搜经验 把经理一桌子烂账平满 换来了老三进入拳击赛的资格 只见老三试探出拳 却被对手淋滴防反 反身一个组合拳打昏在地 老三站起身 面对对手如狂风骤雨的攻势 只能被动防御 勉强抬起的拳头 还是被对手轻松躲过 直到七笑流血 也还是一次又一次爬起 撑完了整个比赛 接着又凭借自己多年人脉 找到老四儿子喜欢的rapper 对方正好是买目的的人 于是他套近乎哄的rapper高兴 不仅答应让老四现场表演 还要额外赠送两张票 这天晚上老四在舞台上闪亮登场 儿子看到舞台上的自家老爸 激动得两眼放光 老四眼含热泪 他有些紧张也有些激动 一生平凡的他从来没有过耀眼的时刻 只见他手上拿着的歌词 上面都是他自己写下的生活写照 他随着音乐炸裂开场 此时此刻 老四不是在为自己歌唱 而是在向不公平的命运 喊出自己的不服输 在告诉自己的儿子 他的爸爸不是窝囊匪 在告诉老甲 因为人生很漫长 而获得快乐的唯一秘诀 就是享受当下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是我们无法决定的 就像老甲以为时日无多 穷途末路疯狂花钱 却转眼海阔天空 当生命开始倒计时 陪伴和钱哪个更重要 他经历了一场有欢笑有落泪的冒险 但仔细想想也许那些很宝贵的东西 从一开始我们便拥有了 这下一切都圆满了 老甲默默回到早点店 没想到三个兄弟也有惊喜等着他 原来他们早就找到了钱袋 大家一起凑够了开饭店的钱 实现了老甲的梦想 本片完 本片叫 末路狂花钱 本期问题 如果你有一百万 你会全部回货 还是把钱分给身边的人 选择挥霍的扣三一 选择分钱的扣三二 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但建立在这句话上面的 前提条件是 生存 没了生命 再有钱没有意义 但活着呢 必须要用钱来维持生活 这自古以来 就是一道很矛盾的命题 但无论你的想法是什么 请一定警戒 享受生活的前提 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所以呢 我们要健康饮食 在学习的同时 也要注意锻炼身体 本篇好看 推荐几款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收拾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